不如期的女人长奶疼的厉害 不得不躲进更衣食尽奶 等下班回家带给孩子吃 门外的男同事正在偷看 女人回头瞟了一眼 毫不在意地继续忙活 身为酒吧舞女的她 对于男人为所打量的目光 早就习以为常 露露干舞女两年多了 有一个谈了两年多的男友 和一个刚满约的儿子 男友白龙平日里好吃懒做 整天游手好闲 全靠露露养活 为了能有更好的状态 每次上台前 她都会将腹部的人身门遮住 然后在酷热沉闷的酒吧卖里的工作 露露被热和泪的满身汗 可即便这样辛苦 她也心甘情愿 晚上下班后 露露在门口等着男友来接她 但是等了半天还没等到爱人 打电话也没人接 这时 露露突然想起刚起的母乳 落在冰箱里 并转身回去呢 中途还遇见了 基于她需久的老板 对方说要开本田送她回去 露露头都没回静止离开 等了很久之后 一种不安瞬间涌上心头 于是她赶紧往家走去 想到天气熟热 还给男友买了两瓶冰啤酒 顺便问问店员是否见过男友 店员表示没有看见 露露只能继续抹黑往家走 路过烧烤摊的时候 被几个男人出烟调戏 露露直之不理 一门心思就向往家赶 等回到足处的房子后 大门禁闭 没人应答 她趴在窗户上抄离看 发现屋内一片狼藉 男友和孩子早已不知所踪 连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没有人接 露露急了 连忙找到认识白龙的胖哥 想换个手机给白龙打电话 可这个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胖哥借着酒精将露露拉到身边 豆腐吃完才将电话给他 不料 白龙一听到他的声音就连忙挂了电话 露露强忍恶心 再次向胖哥询问男友的去向 胖哥将露露拉到腿上 吃过了豆腐 才告诉露露白龙常去的酒吧 可酒吧中的一幕让露露大惊失色 这里全是各种各样身着女装的男人 露露很惊讶男友光顾同志酒吧 可还是赶紧拿着白龙的照片询问 所有人都跟他说去找桑尼 可一脸妖娆的桑尼 根本不想搭理露露 随便应付说了句不知道 转身就去后台给白龙打句电话 问到了他所在城市的酒店 对方激动地说自己发财了 能够带着他离开 桑尼询问前的来源 对方却吞吞吐吐 露露坠来了后台 逼着桑尼说出白龙的下落 白龙依旧不想理会 露露就说出了自己和白龙的事情 说他带走了自己的儿子 听到这样的话 桑尼很是意外 等看到露露拿出奶瓶 意外变成了惊讶 露露看着他的反应 很快就知道了两个人的关系 但是他现在只想找到白龙问清楚 然后带回自己的儿子 于是答应桑尼 只要他帮忙找回自己的孩子 自己就成全他们 不打扰他们 桑尼心动了 第二天正常穿回男装的桑尼 带着露露坐上了去找白龙的火车 闷热的火车厢里 汗水在露露的脸上泛起一片油光 他看着对面床的孩子一时有些恍惚 女人一天没有喂孩子 胸口被胀痛得难受 汗水在他的脸上泛起一片油光 看着隔壁坐的婴儿 他的意识竟有些恍惚 抱起别人的孩子就去了卫生间 掀开衣服就开始哺乳 却不想 孩子的母亲很快就醒了 四处寻找孩子 尽管露露即是归还孩子 也并非人贩子 可还是免不了被责难呵斥 一旁的桑尼不忍心 站出来帮他打解释 避免了露露被警察带走 说到底 两个人都是感情的受害者 下了火车 露露慷慨地叫了低时 还嘱咐司机把空调开最大 这是他们难熬的三福天理 唯一的一次清凉 桑尼带着露露 来到了白龙之前和他约定好的酒店 可到前台一问 对方却说根本没有白龙这个人 露露以为被桑尼耍了 忍不住和他吵了起来 骗子 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 尽管桑尼解释 可是他还像是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 一身的疲惫 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哪怕是还未打扫的脏房间 他也丝毫不介意 但他却忘记了 生活总喜欢雪上加霜 他想要凉快一下 可是房间的空调却坏掉了 打电话过去 却无人接听 这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露露紧绷地先断掉了 说到底 他也只是一个被人欺骗的小姑娘 可就当他独自躲在房间哭泣时 白龙接到桑尼的电话 迅速赶回了酒店 他接过桑尼手中的行李 将人带进了房间 看到白龙那么体贴 桑尼是开心羞涩的 眼神里充满了喜爱 可当桑尼说出露露的事情后 白龙就突然变了一个人 大声让桑尼滚 哭过的露露想去找回桑尼道歉 却从前台那里得知 他和一个男人上楼了 露露立刻意识到那是白龙 马不停蹄地赶去房间 他挨个房间的寻找 终于在三楼看到了两人 两人正发生争执 露露冲上前 一把抓住白龙 露露又问起孩子的下落 白龙却一脸冷漠地说 他已经把孩子卖了 露露没想到白龙会这么狠心 为了钱竟然卖掉亲生儿子 他试图唤醒男人最后一点良知 哭着哀求白龙告诉自己孩子的下落 白龙只说自己给孩子找了个不错的买家 对方家庭条件很好 能够有光明的未来 比跟着他这个当物女的马抢 露露不再愤怒 或许这样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结果 只是他不甘心 也为了确定白龙说的是否属实 他让白龙带着自己到领养人的工作单位去看看 买家是个医生 工作很好 家境殷实 孩子如果跟着他 以后的生活肯定不用愁 从医院出来后 白龙塞给露露几百块 然后随便找了个借口离开 露露清楚他是去找桑尼 但露露并没有阻拦 因为他当初说过 只要找到孩子 就把白龙还给桑尼 白龙拿着钱准备带桑尼离开 但桑尼已经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对方的自私冷漠 已经一点点瓦解了他的爱 甚至对露露产生了同情 选择了和白龙分道扬镳 而且找到了酒店的露露 鼓励他找回孩子 在他的劝说下 露露终于下定决心 他要去接回自己的孩子 女人的男友是个同性恋 花言巧语哄骗女人生下孩子 然后背着女人将孩子高价买给了他人 还要拿着卖孩子的钱 带着小鲜肉男友远走高飞 女人得知之后 上演千里寻子 只是孩子找到了 已经有了很不错的归宿 露露站在买主的门外 和孩子只有一枪之隔 但他不敢去打扰 他不确定找回孩子之后 自己能否给他带来很好的成长环境 给予他光明的未来 答案是否定的 桑尼也没有劝他 默默地跟在露露的身后 露露独自在楼梯间思考一夜 实在困得受不了才睡去 等到第二天早上 阳光穿过窗户 照在了女人脸上 露露被屋内孩子的哭声吵醒 出于母亲的本能 立刻起身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是个女人 医生去上班了 这个人是医生的妻子 露露说出了孩子背后的台积 女人吓得赶紧关门 露露情急之下说出了报警的话 女人才让她进门 看着躺在婴儿床内的孩子 露露百感焦急 眼泪再次拉了下来 一把将孩子抱在怀里 激动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一旁的养母也能理解露露的心情 她和丈夫也曾有个孩子 但是孩子不心夭折 他们才想着收养一个孩子 当初白龙骗他们说 这个孩子是个孤儿 母亲去世 父亲失踪 他们这才动了侧影之心 给了白龙一大笔钱 买下这个孩子 现在得知孩子有母亲 而且非常的爱他 他打算归还孩子 女人打电话给自己的丈夫 表示要放弃收留孩子 不要拆散人家的家庭 也避免带来无尽的麻烦 然而露露见到孩子被照顾得很好 放弃了要带孩子离开的念头 可领眼孩子的女人 坚持要把孩子还给她 露露只好带着孩子离开 她和桑妮上了公交车 车上的人很多 露露只能一只手抱着孩子 一只手抓着扶手 在闷热的车厢里 弥漫着香水味汗水味 每一个人的脸上满是烦躁 露露随着汽车的颠簸有些摇摆 但是抱着孩子的手却稳如盘石 她站了很久 依旧五亿人给她让座 这就是她的现在和未来 她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车子还未到达火车站 露露就提前下了车 她没有和桑妮告别 甚至连个回头都没有 露露或许是想要和过去彻底再见 包括男友的昔日小情人 桑妮看着露露渐行渐远 他们从陌生人变成了陌生人 只是两人差不多的经历 让他们共同的成长 看清了渣男 见识到了社会的残酷 最后露露抱着孩子蹲在街头 用手给孩子遮挡阳光 以后她不仅要给孩子遮风挡雨 而且还要与她共同的面对复杂的人生 但是我们相信 露露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